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la Talk 昨天跟大家總結了Bilibala 2021年股票的回報 今天就講講大多倫多市 上年12月和全年的樓市開放 Transaction wise 交投逐步淡靜 9月、10月和11月大致上都是9000多宗交易 到12月剩下6031宗 對比上個月跌幅有33.1% 即使對比上年同期7154宗都下跌了15.7% 如果計算整年的時候 交易數字仍然創新高 有121712宗交易 這個數字比2020年上升了28% 尤其是416 area 即是電話的area code 即是City of Toronto 少多倫多市 就是升了36.8% 上年在lockdown的情況當中 很多人都是stay home work from home 再加上有很多新移民也好 又或者是留學生也好 都是回不了加拿大的 以至到大多倫多市 就in general ok 尤其是下半年 但是小多倫多市的地方 就受到一個重創 在Transaction交易裡面 今年就回來了 如果剔除了小多倫多 其他周邊的城市 那升幅 Transaction環節只有23.6% 所以整體加上 就平均28%上升 這個創新高 對比起上次新高 2016年的時候 都升了7.7% 看這個趨勢來講 2022年 就應該不會有 那麼變態的交易 跟著 跟著就嚴重 New Listing 上個月都說 有一個萬宗 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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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新增的Transaction 以至Active Listing 或者Available Inventory 繼續每放月 9月的時候還有9,190日中 10月的時候已經跌到7,730宗 去到11月 剩下6,086宗 到12月的時候 剩下3,232宗 對比起一個月的跌幅 有46.9% 如果對比上年同期 就更加跌了59% 這個Available Inventory 應該估計會令樓價繼續催高 高企不下 甚至高而又高 未必對一些想買樓的人 是一個好消息 就算你看到一個好的樓盤 如果你不快快手手搞定它 又或者買家不知做什麼 如果有鬼身有事 的時候 搶offer 似乎是無可避免 因為Inventory這麼窄 再加上 其實現在的人 這個世界很奇怪 有些東西 就是 你價錢高了的時候 就會少些人買的 例如 很簡單 入油也是 油價貴了 入少些 雖然是必需品 但是樓價很奇怪 越高 就越多人搶著買 再加上 就是搶手 沒什麼貨幣的時候 在這個月來說 大多人多市樓價升了3% 全年計算是32.8% DETACH也好 TOWNHOUSE也好 今個月不是太大分別 SINGLE DETACH 升了3.1% TOWNHOUSE 威低 升了3.5% 而CONDO 就升2.6% 稍微脫了少少 但是全年計的時候 SINGLE DETACH 都是榜首 上升37% 遠遠拋離 TOWNHOUSE 22.4% 或者是CONDO 24.3% 如果你看地區 我只是比較三個區 York Region就威了 升40.3% 我不知道你自己的 SINGLE DETACH 是不是升這麼多 Imagine你100萬家樓 你升40% 雖然不認識 皮爾區升36.8% 上年是比York Region 上年是比York Region 今年就弱了少少 但都36% 大佬 少了很多 雖然交易量非常之強勁 但是 除了一些人 不回來 今年有40萬新移民 加上 就是 留學生 有很多 只要你是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實際上是要讀書 雖然回到來 你會發覺 所有東西都是Online Earning 這樣你也可以回來 增加租屋 各方面的需求 以至於 剛才說到的 SELL是大升的 但是 PRISE的升幅 只是升33.4% 如果計 York Region 裡面 Markam 比Witchman Hill 和Aurora 接著 Coin島 好 Overall 剛才說到 升24.3% York Region 仍然都是 比皮爾區和 多元多 升30.1% 對比皮爾區和 多元多 只是升22.4% 和22.9% 遙遙領先 然後 我們另一個問題 究竟 2022年 怎麼算 如果 Inventory 仍然都是這樣 TIGHT的時候 會高而又高 傳統來說 政府 就算加稅 無論是 印花稅 又或者 真的 令到 辣椒 銀行的 信貸 各方面 去加 甚至乎 財政上面 加利息 似乎 對於 那個 樓價 影響 不大 不是 分分鐘 還 折高了 因為 有錢的人 糖水滾 糖魚的時候 就會折高 另外 有人做過分析報告 就是加息 是不是會令到樓市跌呢 答案是 不夠 是 1-2% 左右 怎樣才能夠增加到 那個 供應 才是最重要 但是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 大多人多市 究竟 農脈在哪裏 我們看風水 哈哈 我跟大家講講 多人多的農脈在哪裏 而這裏農脈 其實 重要性 不單止 樓價升跌 還有個人 福祉安危 而 涉及到 整個大多不多市 宏觀 居住環境 各方面 如果搞不好 就變成 良好 所以 變相 增加 供應 即使 你能做到 也會不會 影響到 這條 龍脈 有機會 下個月 和大家講講 這件事 今天 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當然對於業主來說 2021年是一個超大的喜訊 拍爛了手掌 賺不少 賺得多個股票 就算S&P500也不夠你厲害 還不算你很優勢 但未買樓的時候 可能真的抱陷終身後悔 現在究竟是否一個時候去搶一間樓 我都不懂得怎麼回答你 Anyway 講到這裏